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我是薛林六 今天和各位同学们分享的AI主题 那就是完稿作品 要如何和工作区域对齐呢? 其实不用慢慢的手动调整哦 只要一个简单的步骤 就可以让工作区域直接对齐你的设计作品哦 看之前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哦 回到软体本身我们来看一下 画面有很多区块都有不同的色块 但是最主要的工作区域范围呢 要看导览器 工作区域的范围 只有张插图嘴巴的部分 我在工具列点选工作区域工具 就可以看到这里 这是我现在工作区域的范围 通常呢,如果我从这里可以简单的去说拖曳 而进行简单的修改 那我先将滑鼠顶回黑色箭头 如果我今天的工作区域 假设改成这个粉红色色块的话那怎么办呢 那其实有个简单的方式可以分享给大家哦 使用黑色箭头,点选粉红色物件 而目前这个粉红色物件的长方形呢 是你确定要的工作区域范围 那你确定好以后 将滑鼠移到上面的物件 点选工作区域 符合选取的线条图 点下去 导览器这里工作区域改变了 那利用这个方式呢 可以很快的去修改工作区域的大小 那我们回到中间的插图 我们以中间插图为例 如果你今天点选物件不是正方形 假设我今天点选是这只鸟 如果你今天的工作区域要改为这只鸟的范围大小的话 一样你可以点选它以后 物件 工作区域 符合选取的线条图 在导览器工作区域改变了 它的范围呢就会刚好贴紧这个鸟的范围 所以点选的物件不一定要正方形 或者是长方形哦 那最后我们再练习一次 今天我的工作区域范围大小 我想要改成这个蓝色色块为主 以这个蓝色色块范围来做最后的工作区域 一样用黑色箭头点选这个蓝色色块 然后将滑鼠移到上方点选物件 工作区域 符合选取的线条图 按下去 在导览器这里就可以看到 工作区域又改变了 如果你在玩稿常常需要修改长宽 而且你想要快速去设定你的工作区域范围的话 今天这个方法就分享给你们哦 如果今天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非常喜欢看你的留言的哦 如果喜欢影片按个喜欢版面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哦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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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